新騷擾的案件越滾越大 很多人中箭落馬了 不過這個人他可以全身而退嗎 林非凡 過去他做過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在第一艘爆出來大型的 這個新騷擾案件裡頭 本來這個外界一直指定說 你是當時的督導人 你supervisor許家田 許家田有事你沒事嗎 昨天傍晚我們看到民進黨的 性騷包屁案調查出爐 結果調查出爐了 他們認為許家田的的確確 這個沒有依照規定 所以需要給他 包括各種的情節都是屬失 給他一些懲戒 另外林非凡 他表示 這個當事人沒有意願走申訴流程 所以林非凡的相關處置跟黨中央既有的規定沒有相違背之處 意思就是說他處理是OK的 安全下樁了嗎 來看看 家長4月中就已經反映了 新北市政府5月中才有初步的動作 搭實是P藍營對手侯友宜 新北幼兒園為毒案處置不當 但要說到處置民進黨的性騷案連環報 黨內守案調查報告出來 其中被指是否隱匿事件的立委第三選區提名人林非凡全身而退 民進黨調查報告從9號下午3點召開 至前婦女部主任許家田確實有疏漏 當時前向時任的副秘書長林非凡提及 部門有發生性騷事件 但沒有透露細節 只表示當事人沒有意願走申訴流程 林非凡表達如果當事人有意願要申訴 黨部應該提供必要的法律協助 林非凡處置和黨部自有規定 沒有違背之處 我真的有看到林志堅的影子 當時好像也是百般的辯解 全黨體議人 全黨護議人 雖然在這份調查報告裡面指出 我當初的指示以及處置並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但是我們也深刻意識到 本黨在信響申訴的這個處理機制 確實有相當多的疏漏 所以未來我們的當務之急 是要左手改革這套制度 都是MeToo炸鍋 李正浩退選 同一天民進黨強力培養的林非凡 則是保住了兩樣期 好 我們看到了李正浩是已經宣布退選了 不過林非凡呢 看起來已經穩了嘛 民進黨認為啊 他沒有吃案啊 那林非凡再一次致歉 說我當時沒有及時做的更多更好 這是我的錯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林非凡說未來他會盡力推動制度的改革 鄭文燦也發話了 他說民主大聯盟路線不會改變 大家剛剛看到王洪威 為什麼會去問王洪威 因為王洪威未來是對上林非凡的 在那個選區 他說 哎呀 你零九萬是無辜的啊 劉采薇說只有爛跟扶兩個字 那林非凡預料將重啟競選活動 繼續 彷彿沒有發生過 繼續往前走 來 請問韋翰 李正浩跟林非凡兩個都是 賴清德民進黨主席親手提名的 他想要的就是跨黨派跨世代 而且他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選票 他現在是缺年輕選票的 比起蔡英文總統的兩次 2016跟2020 賴清德的年輕選票遠遠不如蔡英文 這是民調上看出來的事實 所以我提名這些年輕人 他還希望能夠重用太陽花 上次我也跟前子談到這個話題 可是兩個都受阻了 因為一個是卡到現在 目前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你有吃案 那你還當副民主長 你怎麼可能呢 而且你都已經講了 如果一旦隱匿的話永不入用 大家都在問說有沒有訴求既往等等 那難道你講的是以前嗎 對不起 我講 未來 我們現在討論都是之前的案子 所以當然如果照這個道理邏輯來講 林非凡不應該被提名才對 可是現在看起來卻發了個新聞稿說 那個處理沒有問題 可是李正浩的離開 李正浩知道說 黨內其實很多民進黨認為 跟他不是完全系出同盟 對他來講 反彈比林非凡更嚴重是沒有錯 所以就是面子跟李子的問題 如果留著這兩個 李正浩跟林非凡 都繼續讓他們當立委候選人 你基本上顧住面子 我提名的人我就是沒有退 表示我會很是英雄 可是接下來到明年1月13投票之前 這些話題都會繼續糾纏民進黨 所以試了李子 李正浩離開就是 我雖然這個不要面子 我提名的被拔掉了 表示我當時提名可能思慮不周 可是就不會再有人討論這個話題了 對不對 林非凡也一樣 可是現在看起來 黨內支持林非凡的人 顯然比李正浩多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企圖想要把他留著 可是就會變成是到時候 在中山 北松山 在跟王洪威在對戰期間的時候 你以為王洪威他不會攻這個點嗎 對不對 你之前我記得一開始講的是 徐家田主任有跟他報告 你現在到底是書面還是口頭 好像講法又不太一樣 這個就會成為之後 未來選舉之後的一個攻防的焦點 社會要問民進黨的是價值 你有沒有堅持你的價值 林非凡作為一個進步青年 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堅持的又是什麼 可是看起來民進黨 告訴我們的是規定 規定 沒有違反規定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樣 我覺得李正浩跟林非凡 不同處理模式就更凸顯出 李正浩是外來的 然後林非凡是親生的 他至少是英系男孩 而且我們所謂督導 督導有所謂程序的督導 跟實質督導 林非凡就推到程序 他說許家田跟我講 這位女生不想要送到信品 就結束了 你沒有任何疑點 你不覺得實質 這個問題有點怪 但事實上你還是失質 不然你如果這樣講 我們程序走完 大概什麼弊案 都不會被調查到 因為程序大概都會掩護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剛好看出 你不適合當立委 因為你立委碰到了所有的案子 程序大概都不會觸達問題 實質才是你要調查的部分 是 來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只是在程序的部分 我都不曉得為什麼民進黨 一個月要付他9萬塊錢 這太大的相對剝奪感 這個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這個東西是程序報告 然後剛開始是說 許家田只是跟他用一個 簡短的文字裡面 簡短的文字 所以當他的臉書下面 有很多人要他拿出文字檔的時候 來告訴我有多簡單 因為你這個簡單的文字裡面 你就可以判別 這個許家田 更有報告的一個細節 如果他這次報告的詳細度 是非常的低的話 林非凡大哥也說 你看從他這個文字判斷當中 他不想更進一步的去做追查 現在你看他這次所講的 變成口頭了 口頭就是口說無憑 我只能說第一個 林非凡也不用特別太去說 民進黨真的是因為這件事情 在把價值放得這麼高之後 在李正浩刪掉之後 下一步會處理林非凡 那時候我們所有人都認為說 他不會處理到林非凡的了 一定有非常多的理由 只是我們不曉得這個理由 是這麼爛而已好不好 真的是爛到 就像剛剛阿亮所提到的 難道沒有年輕人會講嗎 你如果告訴我9萬塊錢的話 那你條列所有的狀況 如果這件事情裡面 林非凡他佔有一定的角色 那我就心服口服 你民進黨重用年輕人 他也值得9萬塊 那你現在告訴我這個9萬塊 根本從頭到尾就是在推卸 所以說我們就只是說 難道這個民進黨 真的是沒有別人了嗎 我們真的私下裡面 都在恭喜王洪威 雖然他都不想要如此 因為他覺得每一個選戰 都不能掉以輕心 可是以林非凡他過去 對於陳維廷所發出的例子 他要過去他裡面 他非常高高在上 對於民進黨所發生一些 跟他當初太陽花投入 民進黨那種價值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完全是高高的在旁邊 非常是冷眼旁觀 而且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面 來告訴你 我們應該是如何如何的 不是嗎 這件事情牽涉你自己的時候 難道你還有辦法 站在這種高度來去看嗎 所以我們就來看 未來的選戰很精彩 好好一一來解釋 他到底值不值得這9萬塊 來 呂中 其實滿有趣的 我覺得林非凡 因為我們在華府 林非凡前一陣子 才被送去華府 事實上林非凡是一個捧出來的明星 而且繼續在栽培他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為了栽培這個明星 民進黨事實上在過去 我們看到林志堅 基本上打造明星很厲害的 但是這個明星到底有沒有料 那是我們後續才會慢慢發現 我覺得林非凡他這次遇到的狀況 很顯然的在過程當中 當然有疏漏 而且完全違反了 他所謂的強調的這個價值 可是偏偏他有太陽花 太陽花世代的光環 然後過去曾經 大家如果看的話 他在外媒的投書上面 也有一些合作 基本上把他捧著 未來他在國際事務上面 可能有一些他的一些貢獻 然後又把他送到華府 現在遇到這個狀況 想要把他捧成立委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看到現在的執政黨 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 執政黨所謂的人才 他到底是不是人才 我們一直在擔心的是 政府當中所用的人 現在的執政黨所用的人 從林志堅現在看到林非凡 未來會不會發現 其實林非凡也真的還好而已 我覺得台灣需要的是 真的人才 但是這個真的人才 不能是包裝的 是要真才實料的 我覺得從林非凡的事件 我們看到了未來 可能哪天又會出一個大包 是不是我誤把庸才變人才 民進黨很少說 沒有當過局處長 直接就當負秘的 哪有人這樣幹 他是第一個 對 為什麼 不就是小英男孩 他要趁太陽花的熱 當然 因為我跟你講 林非凡是我2016出來選立委 民進黨那時候 大家都擔心得要命 怕他到他自己的那個區 他那個時候大概所向無敵 所有的人民調都會輸他 那個時候2016 太陽花的時候 真是補選的時候有 可是現在因為已經十一世王了 已經過這麼多年了 當年的這個人才 或者是大家積極培養的 在民進黨內部要積極培養的人才 有沒有可能像女中長的 其實最後發現她只是庸才而已 那就是這個搭水漂了 是吧 好 我們來鏡像廣告 好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中培軍也是過去我們的同業 他出面控訴 你可以看到這個控訴非常的沉痛 也在我們媒體圈 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 控訴的對象是朱學恒 大家這一天應該看了很多新聞 中培軍說朱學恒搶吻他兩次 而且是肆無忌憚的親了我 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的長 那後續其實我們新聞界也發現了 有很多恐怕細節 也值得讓觀眾朋友來看看 拿起酒杯把酒言歡開直播 這段畫面現在也被網友虧 朱學恒前竊節書借酒都是假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 幾個大字就插在花欄上 但這一次不是送到 朱學恒辦公室門口 而是被擺到台北市議員 徐巧欄的辦公室 送花的人還刻意匿名 只寫真實觀眾 這樣的動作引爆 徐巧欄的怒火 說自己又不是騷擾犯 為什麼這樣對我 拿別人性騷擾的情節 再來騷擾另外一個女生 所以昨天巧欄報警 用跟騷法來報警 我覺得剛剛好 自家議員幫忙聲援 因為還有網友惡意留言 要徐巧欄檢討 為什麼沒有被性騷 甚至還嗆 連豬哥都看不上你 言語清翻的程度 不亞於肢體性騷擾 咪圖浪潮讓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只是鍾佩軍事隔9個月 才把惡行揭發 昔日同序說鍾佩軍 也經過多次掙扎 直到聽到政壇前輩的這段話 你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自己都不能夠捍衛自己的權益 你怎麼去當民意代表 捍衛別人的權益 挺身站在民眾之前 需要極大的勇氣 畢竟事發後 朱學恒還這麼做 過了幾天 他當中沒這回事 打電話給這個A群女說 不是要談戰處嗎 就像沒發生過性騷這回事 朱學恒甚至在 中配軍拼立委初選時 老師你今天晚上不看棒球 不要跟人家爭千秋不爭意思 大家知道朱學恒經常請公眾人物 我們的政治人物去上他的直播 在座的各位應該都有上過 所以也不需要什麼切割 遇到這種事情或聽到這種事情 我們都非常驚惡 都非常的震驚 都覺得說做錯就是做錯了 你沒有其他的藉口可以說 朱學恒自己的說法 當下他在直播 中段直播直接講說 當下他因為喝到斷片 沒有記憶 對中配軍的指控無法否認 這是他的說法 你可以看到網路上一片踏伐 什麼喝到斷片 你喝到斷片 這個中間意識都是沒有的嗎 只有短期的成長的記憶嗎 做事的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還可以叫Uber 你還可以說那一些話 你明天起來就記不得了 怎麼會是斷片呢 所以我說不要有任何藉口 你就道歉就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朱學恒 其實在很快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 他就立刻在他的YT頻道上 更改頻道名稱 即日起無限期停止公眾活動 他這一跤摔得很深很重 不曉得能不能夠再站起來 剛剛大家看到這個新聞片段 有出現兩個也有出現強哥 我們的一個資深的媒體人 梵啟明他是過去佩軍的長官 他也透露一些細節 包括朱學恒在這個 切結書上有提到 未來我再也不喝酒 我要戒酒 沒有戒酒 來跟亮哥直播的時候 還在開香檳 當然那時候你不知道 兩個禮拜前 他是慶祝我退出民進黨 所以請我吃飯 他有喝嗎 就現場在喝香檳 就這樣 我不知道他有這個 事實上他後來出事 也是因為他沒有履行他的承諾 我覺得他也不夠仔細 因為你當然要跟中美軍保持距離 而且也是你的承諾 結果就是因為又同台 然後佩軍才促緊申請 而且那天剛好在討論信燒 佩軍當然就忍不住了 是這樣爆出來的 事實上我覺得佩軍對這件事情 也算厚道 他去年10月發生剛好碰到選舉 可是選後基本上還是可以揭露 可是他並沒有揭露 所以如果不是這一陣子 爆發這個MeToo運動 這個氛圍感染到了他 我認為他不一定會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他還是有一份厚道 所以我說 說阿戰要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爭取中佩軍的原諒 這個是必然的 你說未來接下來還要繼續 爭取他的原諒 當然是啊 因為理論上告訴乃論 罪名我們也不確定 如果並不是僅止於信燒 因為有法律界的人在討論 說這個是不是強制行為 強制行為的追溯是20年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要爭取人家的原諒 因為還是告訴乃論 第二個就是爭取社會的原諒 我是覺得 我是建議他要做一些公益性質的活動 可是不是公眾性質的 其實蘇雪恒之前 也有做一些公益活動 對 可是那個還是公眾性比較高 所以說覺得 因為你要去爭取 你要重返社會 要恢復你的公信力 這個要有一個過程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你要努力去做 比如說我在美國 我也看過很多人就是 覺得改過自新 要做一些讓社會重新認同的 一些公眾人物 有 還是有成功的例子 我覺得每個人走的路向都不太一樣 不過這兩件工作他一定要做 第一個就是 就是爭取佩軍的原諒 要做到更多 讓他覺得你真的改過 第二個就是爭取社會的原諒 以後才能夠重新回到社會 朱雪恒他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過我們看到他的 在臉書上的道歉聲明 第一時間 他的發文跟後來的發文 是有出入的 我們先來看看 他第一時間發文是怎麼說的 他說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就是事件爆發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PO的 過了大概五分鐘六分鐘吧 我記得了他刪掉重發 刪掉重發變什麼 我的確犯錯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中佩軍議員 和所有的社會大眾致歉 這個是什麼時代 網路的時代 已經一大堆人剪影的圖了 所以很多人在網路上就討論說 到底還有沒有人受害 有沒有人受害 這個已經現在大家在問的一件事情 因為中佩軍自己也說了 據他所瞭解除了他自己之外 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另外他過去喝香檳 這些當然都被挖出來了 另外還有一些被流彈波及的人 包括徐曉昕 曉昕過去一段時間 跟朱雪橫合作的直播非常頻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時間 徐曉昕其實也有說 他過去很謝謝朱雪橫 也排山倒海很多人來罵他 結果昨天他的辦公室收到一大片 這個應該是兩樹吧 很大樹的那種立起來的那種大的花 他說他收到匿名的花樹 上面寫著 反正明天你也不會記得 裝醉的人永遠叫不醒 很明顯的是在羞辱他或是罵他 認為他跟性騷犯站在一起 徐曉昕當然也不是沈遊的燈 他立刻就反擊 他說為什麼要羞辱我 我不是騷擾犯 我為什麼也要受到羞辱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已經在打各種的迷糊仗 或者是渾水仗了 這個強哥其實也被牽連到 原因是因為強哥在今年 過去才上個月吧 黨內初選跟佩君是 主要的爭取的對手 朱雪橫有請您 還有請徐曉昕老師 楊永明老師上他的直播 可是偏偏沒有請中佩君 不是 還因為他不能請他 對 所以就是外界也把這些 都拿出來說是了 來 強哥 我要這樣講 性騷擾沒有藍綠白顏色的分別 他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的分別 在這個佩君遇到這個事情上 其實角色很清楚 就是朱雪橫是加害人 中佩君是受害人 同樣的 今天我必須拿徐曉昕這次來講 徐曉昕今天在網路上面對所有東西 那也不就是性騷擾的一種形式嗎 而這些性騷擾就是對著 徐曉昕這個受害人 然後就有很多性騷擾他的一個加害人 所以性騷擾的那兩方很清楚 那對於這兩方的態度也是很清楚 確實很多人上過朱雪橫節目 有很多人跟朱雪橫是朋友 我不會否定我跟朱雪橫也是朋友關係 我不希望否定這個朋友關係 我們認識他很多年對不對 就像很多人認識他很多年 但是他在性騷擾案中是加害者 我們對他的態度就是反對跟譴責而已 還有別的第三種態度嗎 沒有 徐曉昕也是一樣 他上朱雪橫節目上很多次 他跟朱雪橫是朋友 但發生這個事情他也是譴責加害人 然後我們也是站在中佩君這邊 我們是要支持被害人 而且要做被害人的所謂的鼓勵他 就是也要謝謝他 有勇氣站出來揭發這一切 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間就是這麼清楚 但是我抱歉 我要說一句話 民進黨是嗎 我不是牽托 我們拿科外 你就講嘛 朱雪橫跟中佩君的事情出來之後 我問你 你有看到哪一個人 去幫朱雪橫原廠的 你看過了沒有 不管你是不是他朋友 有人幫他原廠嗎 可是你今天看我就直接講民進黨 民進黨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態度有問題 陳維廷姓少爺 席凶案就是一面照妖境 你看當時的林非凡講什麼 他講我們不是玩人 然後他說這個也要敬佩 就是陳維廷面對問題的勇氣 從頭到尾沒有去為受害人講話 他在掩護加害者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講什麼 你不要讓陳維廷的傷痕太深 他好關心陳維廷 王丹最可惡 反過來一批就是你們這些不好色的人 人格才有缺陷 這是講態度 你看態度的差別就知道 為什麼今天這個態度衍生了文化 文化衍生的結果結果要吃案 為什麼吃案 你就看嘛 當性騷民進黨黨功發生之後 所有你條條列看這個事情 你有在國民黨身上看到嗎 你有在民進黨身上看到嗎 許家田講什麼 你為什麼不跳車 你為什麼不叫 他在檢討被害人 他不但回護加害人 還檢討被害人 而我們的林非凡 他知道這個程序 事實上民進黨這個處分 完全是錯的 因為就算他不申訴 你也要處理 因為你知悉此事的時候 按照信評法第13條 你必須立即處理 這是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準備要罰他的原因 因為林非凡我跟你講 你是他的直屬上 就是等於是主管的長官 監督者 對你怎麼可以跟我講 這個是沒有他的事 然後再來你就看 蔡慕林也很扯啊 也是你民進黨的主管啊 你發生性騷擾的事情 蔡慕林講什麼 你把人家火燒成怎樣 他不撞門才奇怪 下一句我講不出口 抱歉原諒我 講不出口 太難聽了 最後壓著被害人道歉 據點啊 我跟他講什麼 就是說今天藍綠白 都有性騷擾的這個問題 所有性騷擾我們都譴責 他該付出的法律的責任 跟法律代價 他必須去面對 但是你在面對性騷擾的時候的 態度跟做法 你還是可以看出區別的 你今天民進黨 現在見列新型很開心 你看這個佩軍底下 很多的留言對不對 你去看民進黨 所有的人全部演上去留言 為什麼 他總覺得說看你們也有 對 藍營 嚴格來講 朱璇不能算國民黨 但他確實是監督民進黨 過去非常用力的一個人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要去看你們這一塊 也不夠又是同樣的樣子 是嗎 不是吧 還是有很多細微的差別 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請教議員 我覺得公眾人物 我想有很多的美光燈的焦點在 當然也一定要接受社會道德上 一定的標準的要求 平良心講 大家都跟朱學恆很好 但是第一時間看到朱學恆的反應跟回應 大家是失望的 就成為剛才所講的 這幾分鐘之內 他把那個PO文又轉了一次 然後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除了敬佩佩軍之外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必須在這個社會上 是必須要去省思 就是說除了剛剛亮哥說 要求要被原諒之外 其實要被原諒之外 才有機會去平復很多事情 顯然的剛才我們也討論到 民進黨的態度 剛剛這個自強已經講到很多 我覺得我們三位 都當過黨的主要的幹部 我覺得擔任副秘書長 其實如果他是這種態度的話 可見過去年輕人一直覺得 我非常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在很多價值上是 讓年輕人覺得有正義感 有喜歡的 這整件事情的態度 我覺得是讓 大概一打開之後 會讓很多年輕人 原來民進黨是如此 關關相互去處理很多事情 在民進黨內部 也存在著很多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無論是在譬如說招標案 無論在姓平事件都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對民進黨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是更讓人遺憾的是 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對於 在最後這幾件事情上 包括對林飛帆也好 還在去做最後的切割 就是他們在做直學點 到底要切割到哪裡 可見民進黨是真正有反思嗎 賴清德真正有反思這幾件事情嗎 我想年輕人都在看 最後的結果留給年輕人去評價 好 我們進行廣告 Ну來 Ray Vin 毒 年多少 中 有